64岁教授患癌症 被西医治的死去活来 奄奄一息 最后自学中医 竟把自己的病看好了 就连妻子的身体顽疾也治愈了 这名教授叫李宁仙 是一位化学家计算机专家 事情的起因还是要从李教授生病说起 因为工作忙 导致李教授一直没有抽出时间看病 最后自己躺在病床上 快要奄奄一息的时候 得知一位癌症患者 被自己小学毕业学的岳父 用中医治愈后 瞬间信心倍增 为了救治自己即将垮掉的身体 也准备回家自学中医 回家后 李教授让女儿给他买一些 学习中医的书籍 并独自研究 李教授时不时给自己打气 在心里念叨 自己是高材生 还能比不了小学生 他以身犯险 自己亲身试药 亲身针灸 在自己做试验品的三年时间里 李教授经历六七十个药方的实验 并尝试了二百多种中药 最后经过自己摸索中医之道 成功缓解了自己的病症 最后竟然基本痊愈 自己成功救治自己的病情 他的妇人又被告知 患了甲状腺肿瘤 由于他妇人不同意开刀 没办法 李教授只有继续学习中医 给妇人治病 后来经李教授的用心 他妇人的肿瘤也有了好转 而且还通过药物治疗 又把妇人几十年的身体顽疾治愈了 李教授作为知识分子 竟然自学成才 会了中医之道 很多亲朋好友也得知李教授的传奇 纷纷拖着病身来寻李教授 李教授出手相救 可是对于这么多疑难杂症 再加上李教授没有行医资格证 自然是不敢贸然行事 李教授自学中医 并成功把自己的病治愈 这种惊人的成果 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的 我们可以依赖其医 但是作为中国人 中医是根本 一定不要忘记